医院急诊外头常常排队人龙 全都是等着要做PCR的民众 本土连日标迫万例 也让裁剪需求暴增 这个礼拜天来说的话 我们医院开了三线的社区筛检站 从早到晚总共服务了800位的民众 急诊24小时总共服务了700位的民众 就怕大批民众涌向急诊 寻求PCR裁剪会排挤到急重症医疗量能 指挥中心4月30号发函征召基层诊所 投入PCR裁剪 每通报裁剪一案可以获得500元奖励金 好像耳皮猴科监长也说 他们也招募了300多家 那不过我们这个时间大概是 在5月5号以前就是后天 能够把这个会诊的名单提供到指挥中心 最快本周会有结果 只是有机层医师评估认为执行有难度 很多的诊手空间都很小 也没有办法分出独立的动线系统 PCR核酸筛检整理浩劫问题 如果快筛阳性就应该当作确诊 如果还是有迟疑可以考虑做两次的快筛 医院作业是比较一条龙的 但在社区里面常常就是比较缺资源 而且在服务的流程上会有很多的断点 可能政府单位可以下来去号召抽出所有的资源 诊所空间有限要符合裁减点设置的空间 通风换气动线分流难度真的不小 如何有效整合基层一楼资源分流筛减压力 将是中央地方一大课题 欢迎收看叶炳杰黄佩涵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